暑期档后的这两周,院线市场乏善可尘,上周,我干脆就没进影院,这周怎么也得挑一部,看来看去就这部《未宅之路》顺眼,稍微有新闻学阅读量的同学,应该能隐约察觉出这个片名的出处,我一查,这部电影有点奇怪,2014年刚立项就获得了上海电影节,特别关注项目奖。 这个讲大致的意思是,金主都很看好你的项目,账号给我,打钱,2015年制作完成,当时连预热的海报都出来了,写得很清楚是2016年上映,结果拖了两三年,现在才上话,这背后一定有好几端的难言之意。 我猜大概率是和王学斌的涉毒事件有关,2015年刚好是他被警方逮捕的时候,自从柯震东事件之后,娱乐圈对涉毒这个字眼非常敏感。 陈建宾导导演的一个勺子,就因为王学斌涉毒而延迟上映,还做了大修改,把他的戏份删得只剩后脑勺。 就算后来王学斌的经纪公司做了书面的澄清,趁他自己并没有碰,警方没有提起任何诉讼,但涉毒一人的印象算是在大众那种下了,这已经足以摧毁他好几年的演艺事业。 为宅之路,可不比一个勺子,王学斌是男一号,剪掉他等于把电影枪毙,只有等待时间冲刷掉他的负面形象,我一直觉得王学斌是个不错的演员。 当年他跟李亚彭,陈建宾同时从新乡走出来,论演技能力,王学斌至少是不次于陈建宾的亚彭同学是公认的垫底,《魏宅之路》的片名来自于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诗The Road Not Taken。 这也是电影的英文名,他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大约相当于徐志摩的在别康桥。 我把诗的全文贴一下,共分四个小节,这首诗是通行全球的装逼利器,尤其是最后一段。 知识点啊,同学们,一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路口久久助力,我想着一条路急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铜林深处。 二但我选了另外一条,它荒草稀稀,十分幽济,显得更诱人,更美丽。 虽然在这条小路上,显有旅人的足迹,三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的污染。 啊,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已再难回头四许多年后,我也许会叹息在叙述这一切林子里曾经有两条路。 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条这改变了我的一身。 Cross Road十字路口是西方文学,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里念的内核是选择。 人生路上的某个微小决定,可能就会改变一生。 比如悲惨世界里的人啊让一面之叉偷了个面包,命运就都变了。 《魏宅之路》的导演一定是个文艺青年,才会用弗罗斯特的这首名诗当电影的主题。 然而,这个故事真的是没怎么讲好,用以前我们上语文科的术语就是,作文文采不错,但没扣题。 王学冰饰演的二勇是西北一个养鸵鸟的农场主,我怎么觉得他叹了头后有点往于谦老师的路子上铐了呢? 开头就是他在抓一只特立独行跑出围栏的鸵鸟,这段很有些荒诞的气息,最后鸟和人都泪摊在戈壁摊上。 二勇开农场的钱是跟一个叫五哥的人借的高利贷,抵押物是前妻的房子。 这事儿他没有告诉前妻,债款到期,五哥上门要钱,二勇说鸵鸟还没下蛋,没赚到钱,希望宽限几日。 五哥说可以,条件是照顾一个陌生的小孩,几天后事情处理停档就带他走。 这个小演员叫朱庚佑,在我不是要审理演徐征的儿子,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这个小朋友演得非常好,真是老天爷赏饭吃,目测他也就六七岁,基本靠本能在演,很出彩。 他在里面没出现名字,只用嘎娃这个西北人的口语指代,大致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熊孩子。 按照时间来说这是朱庚佑的处女作,应该是看到了他在《未宅之路》中的演出,才会被文木也选中去演药神。 接下来他还会出现在名号的芯片疯狂的外星人中,二勇看到照顾个娃娃就能延期还债,自然是满口答应。 他忙活完了给前妻打了个电话,虽然已经离婚两年,但他对前妻依然不死心,只望着有一天可以复合。 但在电话里,他却听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一下就疯了,开上车要去前妻家问清楚,跑到半路才发现孩子藏在车的货箱里,只好带着他一起上路。 是不是觉得故事的走向很熟悉? 戒不揍是1993年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导演的名作《完美的世界》吗? 都是表现一个男人与男孩的公路之旅,我怀疑这个小演员都是照着《完美的世界》里的菲利普找的。 接下来故事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主要是出在了节奏上。 电影一开头有个镜头,公路上有一滩阳穴,车不断地压过去,穴将溅起来,但在下面的近一个小时里,没有任何溅血的犯罪情节出现。 只是用了许多场戏在处理二勇与嘎娃之间的关系,还是老一套,从开始的互相敌视到逐渐和解。 二勇的称呼也从坏耸变成了亲书。 这个故事要表现好,有两个要件。 男人有困境与男孩有苦恼,为宅之路,比做的都不够好。 二勇上路的动机是要去与妻子理论,挽回婚姻。 但上路之后,这条线就好像被忘光了,在他的台词里甚至没怎么提到。 反观完美的世界里的不齐,他自始至终是个逃犯的身份。 警察在屁股后面紧追不舍,逃亡的主线一直都没丢。 这样就会让情节连贯而引人入胜。 一开始的鸵鸟异象暗示着二勇赤个把头埋在沙子里,不愿意面对残酷生活的男人。 但他的这个性格设定并没有怎么展开。 更多的是表现,他如何与嘎娃插科打混。 嘎娃的笔墨不能说少,但不够精炼有力。 我到底也不太清楚,他与爸爸是个啥关系。 是疏远呢还是亲近? 看最后的拿钱熟人,好像二人关系还不错。 这就说不太通,为什么他会和二勇这个换耸亲近? 故事讲了好一阵子,这时候马依丽终于出场了,他演一个脾气火爆的货车司机小梅。 马依丽自从发生了且行且珍惜事件后就露面不多,我一直对他挺有好感,可能是因为他长得特别像我一朋友。 应该说马依丽在本片中的演技表现非常不错,没有太多台词的情况下, 就塑造了一个心中有故事的女汉子形象,这次有几个镜头get到了她的美。 但问题是,马依丽的戏份太少了,而且对于故事的主线甚至没有直接影响, 唯一的作用是引出了那个脑残追求者大耳朵。 这个角色是编剧尖尖制月小军演的,也就是《疯狂的石头》里的二笨贼之一。 我猜他一定是科恩兄弟的粉丝。 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八成是《老五所一》里的那个神出鬼魔的冷血杀手。 公路犯罪电影的难点不是公路,而是犯罪。 这部分的逻辑性一定要够足,起码的让人信服。 但《未宅之路》里的犯罪动机,反派都塑造得很模糊。 五哥要追杀二勇,好像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二勇主观上没有任何绑架的意图,所谓的误会。 一通电话就可以解释清楚,这会让观众有断片的感觉。 五哥到底是个啥人我也犯迷糊。 他好像是个挺有善念的黑帮分子,里面有场戏是他与一个低能儿的告别。 就像个含辛茹苦的老父亲,但转过头就凶向毕露。 我不是说人物不能有复杂性,但复杂性不等于自相矛盾。 他前面没有任何发狠的迹象,突然来这么一下,让我有点猛。 还有就是那个长得像吴秀波的反派boss。 从头到尾都在说莫名其妙的话。 我知道导演是想营造一种既儒雅又狠毒的范儿, 但我怎么听都只是单纯的装逼。 不过装逼遭雷劈这个设计,我还是要给编剧点赞的。 因为犯罪部分写的有硬伤,所以电影的节奏就很怪。 该紧的时候大段的抒情,该疯的时候又密集发生事件。 而且我自始至终都没感觉主人公有选择的困境。 按照那首诗歌的异象,男主应该在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很纠结的岔路口上。 他的这次选择将决定接下来的命运。 但故事中二永开始只是轻描淡写的带娃上路而已。 最大的一次选择发生在末尾,他选择了去救娃娃,这就造成一个很糟糕的观感。 大部分的时间里故事的情节都没扣上片名。 正确的节奏是,他顺从内心也好,道德压力也好选了一个方向。 然后接下来面对一系列的小分叉选择,你可以回想一下,黑客帝国就是这么搞的。 开始莫菲斯让尼奥选择是吃红亚丸还是蓝亚丸进入母体或是醉生梦死。 这是一次人生战略方向的大选择。 的起码是这个烈度才能撑起《魏宅之路》这四个字,我能感受到导演与编剧的诚意。 但故事实在是不够流畅,好在三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不错,算是挽回了一些剧本的不足。 我总体给六,八分,我也不知道该咋推荐。 要不这样,如果你对王学兵或马伊丽比较喜欢,那不妨去看看,单冲着演员去的话,你八成不会失望。